财新之后再有陆媒反习 分析认为中共或出现防不胜防的突变 中共气球扰台究竟是认知战还是军事威胁 律师表示李志英案证人李玉轩曾遭刑讯逼供 中共军舰跟从美飞舰艇 韩国研判金珠爱或接班金正恩 他曾改变二战历史 莫临此事享年100岁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星TV两岸药文 今天是1月5号星期五 在广告时间里 我们来分享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 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 说购买这样的产品非常心安 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的道家理论 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 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 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 提供身体自愈所需要的必要原料 全方位的调节和平衡人体的机能 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 台湾亚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 但是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四个月之后 症状明显地改善了 精神状态也变好了 三高代谢宝为您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 众多的见证者反应 不论是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 高尿酸 痛风 还是慢性的发炎 使用之后都会有明显的症状改善 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呢 可以关注健康520官方网站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糟糕 中共内部出现越来越强烈的反习保党的信号 在财新网发表疑似批评中共党魁习近平 误国的社论之后 另外一家国内的媒体 第一财经1月4号的社论 也充满挑战习近平的意味 第一财经的社论题目为 最好的承诺是放手和放权 社论首先表示 当前中国的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复杂多变 需求收缩 供给受冲击 预期转弱 宽货币 仅信用等问题依然突出 在这种情况之下 虽然出台许多支持政策 民营企业却没有切身的感受 社论接着说到重点 表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 对权力进行约束 框定边界 社论又提到所谓的改革开放 宣称过去45年 中国经济的腾飞与政府放权是同步的 第一财经这篇社论被称为冲塔文 不过文章其实并没有挑战中共制度 而是暗暗的将矛头指向了习近平 最近传出老派红二代以刘源为核心策划要求习近平下台 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 1月3日在台湾自由时报刊文披露了这个消息 并且说红二代们承诺改造中共 一批军中将领也参与其中 这是习近平执政以来遭遇到的空前政治危机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同样是一场用反习保党的运动 时评人士岳山就对新唐人表示 从最近胡舒立的财新网几度发文针对习近平来看 刘源等红二代反习一事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即便是这样 也只是中共既得利益者 权贵阶层的一种幻想 其实就是给共产党改头换面 但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中共历史上背负的罪行太多 必须被清算 而且如果中共改头换脸生存下来 日后还是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违惑社会 这都走不通 只有利益在灭共的行动 才是符合天意和道义才能够成功 观察人士认为 习近平原以为抓住中共政权不放就能够自保 但是结果 他这个总加速师把中共政权带到了悬崖边上 导致利益受到威胁的其他中共权贵集结反习 经过糟糕的2023年之后 2024年大量的难题堆积 中共政局可能会出现巨变 时事评论人士中原发文盘点 2024年中共可能有五大防不胜防的突变 一是中共党魁出事 有预言家具体预测习近平在2024年患上重病 似乎与推背图和铁板书的预言有异曲同工之处 习近平可能遇到政变 这是他2023年重点防范的事情 由于习近平没有准备好接班人 一旦习近平出事 中共政局将乱成一团 中国可能会突变 第二个就是中共将领面对军队大清洗 可能会充满怨气 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弹 习近平可能钻不住枪杆子 第三是金融与财政危机可能爆发 第四是官员躺平 导致重新分配权力的中共机构改革失败 进而催生新的执政危机 第五是天灾人祸密集的出现 人民走投无路可能会爆发民变 中原认为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 经常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的 中国经济病如膏肓 老百姓就业生存很困难 任何一场灾难都可能夺走他们的一切 更多中共官员们躺平 必然会导致不作为乱作为 欺上瞒下等等 从而点燃民众心中积蓄已久的怒火 成为改朝换代的一根根导火索 台湾总统大选倒数9天 中共出动军机空飘气球挑衅 台湾国防部表示 总计从3日到4日清晨6点 真获共击6架次 中共军舰6艘次及3枚中共空飘气球 其中一枚气球飞越台湾本岛的上空 台湾前海军舰长吕李施 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空飘气球使认知战不是超军事手段 这段话引发了争论 2022及2023年初 中共用空飘气球骚扰台湾时 吕李施曾说 其中有军事目的 中共用高空气球做大气导管研究 未来帮助火箭军进行更精准的打击 但是吕李施这次认为 中共释放气球只是认知作战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委任委员何永森则认为 中共出动空飘气球是用复合式扰台手段 升高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压力 台湾朝野应该正视北京的威胁 而且在国际注视台湾大选的倒数关键时刻 中方这样做可谓是司马昭之心 贺永森分析 中共军方最近的行为验证 北京即将成立近空作战部队 组建第五军种 藉由北斗卫星系统运用 间谍气球和无人机长期侦察精准定位 再以超高音速武器结合传统军事武力 穿成完整击杀链 朝向多领域全方位发展 国防部需要及时做出建军规划与因应 香港《苹果日报》传办人黎智英案 庭审第六天 变方律师团队与联合国特别报告员 共同发出紧急呼吁 指出黎智英案关键证人黎宇轩 曾在中国大陆遭受刑讯逼供 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 与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 爱德华词1月4号联合发表声明表示 有可靠证据显示 黎宇轩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遭受酷刑之后 才被迫承认和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格尔强调 刑讯逼供得来的供词本质上不可靠 且违反了公平审讯权 国际法禁止使用 由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所得来的证据 法庭使用这样的供词不仅是间接认同使用酷刑 玷污了司法系统 李宇轩很可能是在酷刑之下 做出了对李智英不利的供词 《华盛顿邮报》曾在2023年12月17日报道说 程序设计师李宇轩被指串谋李智英等人 透过国际游说促使外国制裁香港及中共官员 李宇轩在2020年8月份保释期间 和另外11名抗争者逃往台湾 途中被中共广东海警抓捕 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 《华盛顿邮报》采访多位在深圳盐田看守所被拘留人士 并且查看法庭文件 闭露电视录像监控信件之后 在报道中指出 这12名港人被捕之后 初期在中国大陆分别被单独囚 求是内整天都不关灯 他们不但白天被要求盘腿而坐 晚上还不时的被故意叫醒 其中李宇轩的求是经常传出惨叫声 他的处境显然比其他人更加糟糕 2021年李宇轩在深圳刑满 一回到香港就被关押在一家精神病院 与外界完全隔绝 李宇轩被列为黎智英案的从犯 并且充当黎智英案的关键证人 预计将在未来几周上庭指证黎智英 黎智英在这几天的庭审期间 精神状态不错 高声表示自己无罪 菲律宾军方1月4日表示 菲律宾和美国舰支在南海联合巡逻期间 被两艘中共海军舰支从远处跟从 路透社报道 菲律宾军方公共事务办公室负责人特利尼达说 我希望中国尊重我们的主权和展开 符合国际法的活动的权利 菲律宾与美国从1月3日开始 在南海进行为期两天的联合巡逻 这是不到两个月内 美飞第二次海上演习 中共军方称 美飞联合军演具有挑衅性 并且宣布同期中共海军和空军 也在南海巡航 但是中共军方没有说明巡逻的具体地点 近几个月来 中飞在南海的冲突持续升级 中共上个月甚至故意的冲撞 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乘坐的船只 今年超过3万亿美元的贸易要经过南海 除了中共之外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文莱 都声称对这一水域拥有主权 国际常设仲裁庭在2016年裁决 中共声称的南海主权没有法律依据 但是中共拒绝接受这一裁决 韩国国家情报院初步研判 金正安的女儿金珠爱可能是朝鲜最有力的接班人选 据韩联社的报道 有望接任国情院院长的赵太雍 4日向国会情报委员会提交的资料显示 从金珠爱出席的活动及朝鲜官方给予的礼遇来推断 金珠爱无疑是现阶段最有力的接班人选 这是韩国国情院第一次做出这种研判 但是赵太雍同时表示 金正恩仍然非常年轻 健康方面并没有重大的问题 金珠爱是否接班还存在很多变数 谈及金正恩的子女赵太雍称 除了2013年出生的金珠爱 金正恩还有其他子女 但是外界不清楚他们的性别 爱尔兰女子莫林曾在1944年的6月份 凭一则天气预报改变了二战进程 她近日去世享受100岁 综合外媒的报道 莫林的孙子近日证实 去年12月17日 莫林在一家疗养院逝世 从1942年开始 莫林就在爱尔兰西北端沿海的 布莱克索德角邮局工作 当时邮局也兼任气象观测站 在没有先进设备的年代 天气状况只能是依靠原始的气压数据 风行 云层等资料预测 从布莱克索德角的天气状况 可以预测大西洋 以及欧洲大陆的天气变化 莫林的工作就是要记录 和传输天气观测资料 不过她当时并不知道 盟军在使用这些数据 随着盟军秘密计划的诺曼底登陆日期接近 莫林从每6个小时报告一次天气状况 变成了每小时汇报 1944年的6月3号 莫林观察到气压迅速下降 这意味着两天之内可能有暴风雨的天气 这份报告被提交给了英国机枪总部 莫林回忆到 当天她接到一通不寻常的电话 询问报告是否正确 原来当时盟军将诺曼底登陆定在了6月5号 正是因为莫林提供关键的气象预警 将诺曼底登陆行动推迟24小时 避开恶劣天气 结果5号当天果然是狂风大作 海面波涛汹涌 6号天气转好 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 有英国老兵表示 非常感谢爱尔兰西部的莫林 如果没有她的预警 我们可能会在暴风雨中丧生 因此2021年的6月份 莫林莫得美国国会表彰 美国众议院授予她专门制作的奖章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在静怡和您分享热门消息的时间里 我们来说一个被网友概括为 养骨自食的有意思的事情 12月31日中国的甘肃发生地震 让小康甘肃纸板打印粘贴的红砖墙皮 一夜之间脱落 瞬间30多年前的土坯房重建天日 什么世界公认的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 在中共国最多48小时 冬天拍过照片的人都知道 冰天雪地里凹造型摆拍有多辛苦 就当人们要好好地想一想 是要为甘肃唱赞歌 还是要关注救援态度脱贫小康 便脱皮土坯房的时刻 1月1日日本发生更大的地震 在中共的舆论导向之下 韭菜国人立即把眼睛聚焦到了日本 于是就又出现了傻呆呆的粉红 庆祝日本地震了 有的粉红甚至说日本地震都是报应 但是这话一出口 您让甘肃人心里是什么滋味 花音未落 广西4号也发生地震了 这到底是什么报应遍地的年代 这里面最乌龙的一件事情就是 中共一直咨询代表中国人 仇美 仇日 撒币 很多中国人一直在和中共暗中较劲 不想被中共代表 但是也不敢嚷嚷的太大声 这回就有意思了 日本发生地震 中共1月3号 外交部对日本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 网民们这回愤怒了 到目前抖音所有相关报道下面的评论区 全都沦陷了 网民们说 外交部没有权力代表中国人原谅日本 这个举动让多少中国人寒心 谁愿意帮忙 请自便 不要绑架14亿中国人 有人觉得 这是党一直都煽动仇日感情 结果今天 就连党都已经踩不住仇日的刹车了 但是反过来想 静怡当时觉得 这正是这批躺平防割韭菜 走党国的路让党国无路可走的另类反抗 怎么说呢 此时中国人敢大声的喊出 中共外交部不能代表中国人原谅日本 那么下一次 中国人就有可能认清 中共政府这个物业机构 没有权力代表中国人民这些业主 那么中共计算经营多年的 和中国人中华民族深深绑定的弥天大谎 就要被戳破了 中国人就会从被中共绑定 操纵绑架 利用这个梦魇当中醒过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静怡想得太乐观了 毕竟静怡最近连做梦都在和中国人讲 中共在欺骗残害中国人的真相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嘛 或许在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 希望就在前方了 所以叫醒被中共下了鼓的中国人 屏幕前的您和静怡 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加油啊 对于这一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